一首歌词三分钟有多少句 你告诉我听有多少句 只有十几句就辛苦 这些才华很有客 乐坛巨星云涌的背后 是一批批幕后大神在输出 他们文采超绝写下无数名篇 本期我们一起重温 香港第一代填词界四大才子的风采 黄詹 词坦教父 香港填词界头把交椅当之无愧 他创作的两千多首作品 过半数流行于世 叶丽怡的《上海滩》 许冠杰的《沧海一声笑》 张鸣鸣的《我的中国心》 张国荣的《倩女幽魂》 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 罗文的《狮子山下》 他的文笔大气豪迈 潇洒自如 简词造句 自成一派 有人说黄詹最适合金庸 卢国詹最适合古龙 这时两个人有太多相似之处 他们一样的寂寞 一样的刚烈 他填词千余首 集中武侠曲最为耀眼 霍原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涌不倒》 雪山飞湖的片头曲《雪中情》 小李飞刀不仅将罗文捧上神坛 他也成了卢大侠 词坛胜首实至名归 郑国江的主页是老师 但填词产量很高 多达两千首 七十年代初 我是用笔名写歌词的理由 最大理由就是我是教书的 我是一个教师 我的工作是要跟学校交代 我要跟学生交代 我要跟家长交代 当然我不会写一些 很粗皮的歌词 他的词情形卷勇 实以盎然 最经典的代表作有 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徐晓凤的《风与同路》 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 梅艳芳的《似水流年》 除此之外 他还是儿歌创作的先驱 有香港儿歌之父的美誉 李彼得 一代慈神 相比于黄瞻 卢国瞻 郑国瞻 他的名声地位 与他的贡献 远远不相匹配 算是最被埋没的港圈宝藏人物 以鹿子出身的他 走的路线注定与其他三人不同 徐冠杰的半斤八两 浪子新生 财神道 张国荣的《莫妮卡》 梅艳芳的《江冰山劈开》 他一出手 笔端文字是浓浓的 生活气息和人生智慧 而对他印象最为深刻的 还是唐伯虎点秋香的那句台词 这里是最惊趣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